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早晨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很快介紹自己 我叫Stam Sir 今天就是一個嘉賓主持 待會跟大家和傑蕭聊聊天 不如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如馬上開始吧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和你是有一年之緣 在我讀中三的時候 是 是否剛才你說過 不如我考考大家 那次是否你的第一次演唱會 算不算 高山劇場是嗎 是 大家有否在高山劇場看過演唱會 當時我是一個小粉絲 很慶幸跟阿閃 進來後跟你打招呼 但是我當時是助手 但是拿著一部手機 沒有手機的時候沒有手機 想和你拍照 因為你很快換了衣服之後 出來見到我 這個師弟我要和你拍照 但是轉過頭 聽說他是我的學弟 和一間中學的 對 他是我的師兄 所以我有機會 這麼近距離見到他 但是拍不到照片 實在太可惜了 緣分的事 真的很感謝大會 讓我有機會在這裡 和你見面 又再相遇 掌聲 先謝謝各位 其實第二次都見過你 那時候在廠 我在二廠拍攝節目 你在旁邊的廠 推銷行李 我很想叫你 但是我拍完之後 覺得他見不到你 OK 現在看到就行了 事不宜遲 其實我也告訴大家 我也在教大 有教一些長者學生 都超過百多人 話說我上課的時候 教他們怎樣用互聯網 教他們自學 你的頻道對我很有幫助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播給他們看 之後那些老人家 那裡百多個老人家 看完之後 這個年輕人很厲害 真的這樣說 對 然後他說 他的廚藝肯定比五星級的大廚 加油 對 絕對是 然後每個人立刻追蹤你 這麼誇張 其中有個老人家 錄了電音給我 一定要播給你聽 好… 現在大家有興趣想聽嗎 有 那就留心聽了 記者在這裡嗎 Hello 傑仔 你好啊 我是Mr.Hung 中學的老師呢 記得在疫情的期間 我都看了不少 你在YouTube上面的煮食介紹 我相信我跟很多香港市民一樣 在府門的抗疫過程當中 你的菜式介紹和示範 是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很多的樂趣 特別是不能出街堂食 多了跟家人一起在家裡吃飯的時候 你確實是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的選擇 很喜歡看你去買菜 跟相反很友善的聊天 很喜歡看你示範的時候 你分享一些笑的秘訣 給我感覺是很親民 很貼地 還有最重要的是菜式很容易製 我試過做洋蔥豬扒 也很像樣的 很高興在書戰的時候 聽到你推出結兆主義實體書 在這裡捉完你的書本暢銷 在唱好歌之餘 有機會繼續為我們介紹更多的好菜式 謝謝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我很感動 為甚麼呢 這個是我中學的老師 所以真的是眼泛淚光 想一想就已經是這麼多年 也是我一位老師 跟我說一些 他的對我的 我會忍住的 只是我是感動而已 我的老師跟我說一些說話的時候 是很感動的 為甚麼你這麼壞 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想他來 但今天他很忙 來不了 因為今天另外他也要回到舞校 跟那些DSC的校生 今天放網 對呀 今天放網 所以要去打氣 所以特別錄了一段音 我會感謝他 我自己發訊息給他 真的有點感動 事不宜遲 開始就看這本書 好… 第一個問題 也很想大家知道 你究竟為甚麼 對煮食這麼有興趣 以及跟你家人 有沒有密切的關係 我想煮食 就是我從小 幫我媽媽忙 我自己 經常都是 跟媽媽一起出去街市 買東西 買菜 怎樣切 怎樣採購 怎樣醃肉 這些已經是我兒時 已經經常做的 所以就是 我不會覺得 有些 甚麼難度 我不會覺得 因為 你可能已經是 從小到大 就習慣了 這樣 因為我看到你本書 在背帶的時候 左邊又拿一些 右邊又拿一些 我看的時候 都覺得 挺有趣的 但那是哪個街市 是觀塘 雞寮 那裏有街市 另一方面 你多道菜式 說到你童年的味道 有哪一道菜式 你特別喜歡的菜式 有兩個菜式 肉餅 蒸肉餅 很多 師奶們 主婦們 都會做這個菜 我媽媽也是一樣 都會做這個菜 另外一個 就是 一個 蟻瓜 茄子 就是我爸爸 很喜歡做這個菜 那我就在結少豬裡面 其實都還原回 我爸爸以前 小時候 去煮東西給我吃的時候 我還原回 那個食物出來 那我懷念一下 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 去年就離開了我 每當我一吃茄子 做這個菜菜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 我和爸爸的關係 因為我看你 有一個做法 很少人會做 我自己煮東西吃 我不會這樣十字斬 就是因為 這個是我爸爸才會這樣做 所以就是 每次我當我煮這個菜 就會想起我爸爸 也很感謝你 可以將這個技術 盛傳下去 大家真的要學會 這招十字斬 對 另一方面 要感謝我爸爸 每一道菜式 我自己昨天 真的重溫過 我聽到你說 就是一路 煮菜的時候 有些地方 都可以一路唱歌 是嗎 是 我看到你一招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你記不記得 另一道菜 就是教別人切洋蔥 對 把洋蔥分離 是怎樣分離的 是把兩個沙機 你切了它之後 頭尾斬了 然後切開十字 或者是白塊 然後就把沙機扔掉 好像適中般搖 全部都散開 你不是適中的 你看回你的影片 記得了 是一氣心巴 所以煮菜的話 是充滿了很多音樂 因為看你的書的時候 一開始 我其實是昨天才收到的 我一看的時候 我腦裡有一首歌 就是一路聽 一路看這本書 是最開心的 有哪位粉絲知道是哪一首 跟煮菜式有關的 甚麼歌 對 就是一路播放一路聽 竟然 對 所以沒有機會 你可以一路唱多一點 一路鼓勵多一點 好 說到 這麼多味道菜式裡面 剛剛也提過就是茄子 對 那有哪些菜式 是你很想推介給一些新手去煮的呢 我不會煮東西 很多 因為我太多菜 我相信蘿蔔糕 我自己很喜歡吃 那大家喜歡吃蘿蔔糕嗎 喜歡 有試過我的菜式嗎 有 誰是成功的 舉手 只有幾個 不是很多 只有十個八個 其他那些不太行 那有沒有人煮洋蔥豬扒 有 有 都可以 我有一個日本的粉絲 他每一次煮完菜 都會發給我看的 他真的煮什麼菜 他真的煮什麼菜 我包種 他又包種 我煮角 炸油角 過年 他又煮炸油角 日本人可能是比較 怎樣說 他又要煮飯給他小朋友吃 還有他老公吃 還有你剛才說 你會回覆那些粉絲 對嗎 我有張照片 是 是 就是Mr.Hong發給我的 他說一定要給你看 是 他真的會回覆 是的 還會教Mr.Hong 你應該怎樣煮 怎樣煮 是的 我真的會跟他對話 其實我也跟很多朋友對話 藉著這個煮食的樂趣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這裡的隔壁 有間酒店 我正在喝中午吃飯 正在吃點心 誰知吃吃吃吃 隔壁有一對夫婦 年約六十多 然後他一轉身 一看到我大叫 喂 杰少 為何是你在這裡 我就 喝茶 我心想當然要喝茶 然後他說 喂 我有看你煮菜 我真的有跟著你做楊種豬扒 很棒 你那個豬扒的製造過程 有些技巧 真的很好 我回去學了之後 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小秘訣 是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你本書也很好 一開始其實是放了一些位置 就是新手 用鑊鏟 應該用長鏟還是短鏟 大家有看嗎 短鏟是很隔壁 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想到下一次 我的書就叫做隔壁 就是煮食 為甚麼呢 為甚麼是短鏟 為甚麼是短鏟 有沒有人知道 你說短鏟 你先說吧 說吧 因為我有說過 我在廚房裡煮東西 譬如你要炒東西 你經常都要用碗力 臂力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長鏟鏟 你便要釣到很高 所以很辛苦 所以你一定是用細鏟 這樣去鏟 就會容易一些 不要太累 因為你做的方式 完全是很簡單 我看完 或者是拿短一點 就算你長的鑊鏟 你可以拿到中間這樣炒 一樣炒到 另外有些菜式 其實是你怎樣構思出來的 我想其實我們南方菜 都不外乎都是那幾種 那幾種 蒸、炒、小炒為主 那怎樣 有些當然我都會看別人怎樣煮 又或者我去到馬來西亞也好 或者新加坡也好 我周時都會在街邊吃東西 我就會看著別人 這個人怎樣煎豪仔蛋 會這麼好吃 即是你怎樣混合漿 你怎樣下漿 你怎樣去調味 我就會在旁邊觀察 即是偷師 就是這樣 偷師這個動作 我看你在書裡提過 其實你從小到大都會偷師 對 旁邊的師奶說 即是旁邊的師奶 譬如同學的媽媽 通常我去同學家 我不是跟同學玩的 我是跟她媽媽聊天 很喜歡供進別人的廚房 看著她媽媽在煮菜 八母你怎樣做 這樣嗎 要加肝瑤柱 肝瑤柱 肝瑤柱 那時候肝瑤柱很昂貴 現在都昂貴 但六七百元一斤都有 對 另外我也看到 例如你本書裡有提過 就是說什麼 無公者 飯送不留 飯送不留 對 有一次就是 你不知道拿多少分 回家 然後最後 你剩下材料 做了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我忘了 對 即是用鍋子 剩下的飯 對 飯煲 對 裡面剩下的 其實已經沒有飯煲 在飯煲裡面 剩下的飯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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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馬上想起 那時候 我們家裡有茶壺 我就做茶漬飯 那時候 我還沒去日本 我還沒知道什麼是茶漬飯 我八歲已經在吃茶漬飯 所以絕對我覺得 很厲害 對 因為這個絕對創意能力 真的很強 對 因為那時候 家境清貧窮 所以你根本沒有送 那當然是做茶漬飯 還要做 賦予茶漬飯 都挺厲害的 小時候其實有很多創意 而且我知道你對食材的敏感度很高 我記得有一次 是否說你去 不知道哪裡吃完 一個菜的時候 你可以說出來 我記得 就是這裡 這個ICC 頂樓有一間米芝蓮的餐廳 那次是小儀 做她的米芝蓮電台節目 請我做嘉賓 我上去之後 她就說 找了一個五星級 六星級的廚師煮東西給我吃 煮了 煮了出來 很漂亮 擺得很漂亮 然後突然間那個廚師就跟我說 她說 你試試吃 你吃完之後 你 你 知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樣 考考我 接著我就吃了 我吃完之後 第一層 你什麼什麼 第二層 你用什麼什麼 第三層 上面 你是用 寒天粉 用玫瑰花 打了那個醬汁 然後你用寒天粉 你蓋在表面 那個廚師看著我 呆了 她真的沒有想過 我完全把所有食材 怎樣還原出來 怎樣做 是95%以上 她就呆了 她說 你也很厲害 那時候她是不知道 我 多謝你 她是不知道我 喜歡吃和會吃 其實我覺得煮東西 最重要是 會吃 而且你的味道 最重要是敏銳 而且如果你煮東西吃的時候 我看一本書 原來廚房 你有你的規矩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規矩 我的規矩就是 那些東西我放了之後 不要動 就是 鹽糖油 醋 麻油 我把工人都在這裡 我特意叫她來 我告訴她 你不要擺亂我的東西 為什麼 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當在那一秒 那一刻的時候 我需要放那樣東西的時候 是真的 說時遲那時快 你就一定要馬上做 因為你多了 五秒就是五秒 十秒就是十秒 你慢了 那道菜就是窩荷 不行了 那你平時上班 其實你有唱歌 預備演唱會 都很忙的 你看看我們的支持者 爬得這麼高出來看我們 是,外面的朋友你好 掌聲鼓勵 這麼忙的時候 你回到家後 又煮甚麼菜式給自己 平時我個人很簡單 我回到家後真的… 你不會相信我 我真的煮碗麵 即是煮碗麵 或者是煮粥食 我就是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另外有個菜 叫做古天樂星洲炒米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話說我跟古仔 去拍戲的時候 放飯 放飯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看對方 你吃甚麼 我試吃排骨飯 我問你 你是… 微菜… 甚麼… 不知道… 牛肉飯 然後我看看 他 是星洲炒米 嗯 那就照吃吧 好了 第一天 第二天 又放飯 然後大家 互看完之後 我又看 你吃甚麼 你又是星洲炒米 他又看著我 吃了 一瓶有味 然後他看著我 接著 到第三天 你又吃星洲炒米 為什麼呢? 你每天都吃這種東西 我自己就不會 每天 我都會換口味不同的東西 他不換的 為什麼? 我問了他 他說 星洲炒米 因為裡面有叉燒 火腿 銀牙 青椒 蛋 蝦 有咖喱粉 有米粉 有很多材料 第一 我們放飯的時間 是不知道甚麼時候的 有時候我們放飯 是真的飯盒到了 我們還在拍攝那場戲 或者拍攝那鏡頭 我們是不能走開的 所以當我們真的到位吃飯的時候 那個飯盒已經可能放了兩個半小時 那個飯盒 但我們還是要照吃的 因為沒有其他食物 可能那個環境是荒山野嶺也好 或者是 總之甚麼環境裡面 你都要吃那個飯盒 因為開工就是這樣 開工飯 但他這個方法是挺好的 因為冷了 又不難吃 熱的就更加好吃 裡面有這麼多材料 這件事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所以我煮這個星爪炒米的時候 我就改了名字 就叫古天樂炒米粉 就是這樣 不如這樣吧 他不是星爪人 很多粉絲 可能都會跟著你煮食 下次他們可否煮一個 就是古天樂炒米粉 交給你 你交給古仔 看他吃不吃 他一定吃 因為他平時都來我家吃東西 我也有煮過東西給他吃 他有時候會上來就說 喂 很餓 你家裡有甚麼吃 我吃完的東西 有水餃 吃不吃 也好 殺了 上來 他就會上來我吃東西 另外也想問一下 你下廚 也煮了這麼多 在烹調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啟發到你的人生 或者有甚麼得著呢 有很多東西是急不來 因為你煮每一道菜式 其實是需要時間 你像做人一樣 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自己也挺心急的 那我做事方面也很急 又要這些 又要那些 又要快又要準 但是有時候煮東西 你就急不來 你一定要等火要紅 又或者是等那個時機 你才可以放到那個材料 或者一些東西 你一定要配合那個時間 你才可以放下去 你不熟 你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火候不好 做出來的東西 又是不好吃的 所以是 學到做人的道理就是 不要急 頂點來 那些東西 你也要循序漸進 慢慢不要急 有時候我自己煮東西 譬如我試過煮給家人吃 我準備是差不多兩天 兩天 我家人 譬如我姐姐會問我 你煮這麼多東西 需要我過來幫忙 我說你不用 我說你千萬不要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煮東西吃的時候 切、洗的時候 我是挺享受的 我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me time 是很寧靜的 我是很 很知道 那個條理 第一步應該要做什麼 第二步應該要做什麼 我在做的同事 我也是 可以想想其他東西 可以想想新歌 我想想接下來 我要創造一些什麼的歌曲 放在新唱片裡面 所以有時候都會 那個就是我的me time 煮東西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看完之後 我很羨慕你 為什麼那時候 有些學者 學兄 會請你吃東西 帶你去吃東西 到處找吃 說回我中學時候 對 我沒有 因為 首先 你的學兄 我就是我在中學時期 是很得人喜愛的 是真的 你問他 真的 你問他 問老師 或者什麼 都是很得人喜愛的 很多 給我年長 高年級的哥哥 姐姐 我叫做 很喜歡請我吃飯 每次都經常 就讓我 喂 吃飯 不行 不行 怎麼了 不去嗎 我沒有空 因為已經有人約了我 那你什麼時候有空 嗯 下兩個星期 不 下年就沒有 兩個星期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 每逢午飯 真的有哥哥 姐姐請我去 那時候 那時候 沙基灣 有一間叫尖美餐廳 那個年代 我說的是 8081 對 8081年 82年的時候 一個 午飯 是說 都 一百元 都很貴 對吧 所以 那時候 我只要 很多 師幾錢 都是這樣剩下的 那些 那些 學長 學長 會請我吃飯 因為我看你打排球 我也是打排球 就是沒有人請我吃 嗯 那最後 不如 我想給多點時間 他們一會和你 慢慢地簽名 不算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這本就是你第一本的食譜 那你希望帶給作者些什麼呢 帶給大家 對 帶給大家 煮食的樂趣 因為 其實有很多人 經常都說 我不會煮食 不知怎樣 就是 例如一隻龍蝦 我怎樣去切 我很害怕 或者一隻蟹 也很害怕 那我心想 如果 你不懂得處理 那隻蟹 那你就 那你請離開 不要搞了 這樣 我真的覺得 這本書我看完之後 覺得很棒 對 原因就是因為 他每個部分 都可以讓你看回影片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 聽著歌 看你的書 超日流 譬如回憶的味道的時候 如果大家播放這個 心中的歌 和歲月燃燒 很看得不得了 是的 你有試過嗎 我昨晚就在試 哦 然後 到說你在家裡煮食的時候 夜晚放過工之後 就要聽那個 《黃昏都市人》 哦 所以如果大家是粉絲的話 應該不是買一本書 那麼簡單 買多幾本 然後送給朋友 叫他們聽好玩 蔡一傑的歌 有一件事 其實我也挺開心的 是因為 在我做了這個傑少主義之後 真的多了很多朋友 認識我的 那些是小朋友 他不知道這個哥哥是 原來是唱歌的 但是他經常都要見媽媽 下面有個小朋友 跟我養手 Hello 你幾歲啊 你真的十歲啊 那你怎麼認識我的 因為你媽媽逼你看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你是不是看傑少主義 是嗎 你看了才認識我的 你不知道我是唱歌的 是嗎 現在知道了 是嗎 其實哥哥是唱歌的 跳舞都很厲害 經常做演唱會 哦 這個是當然 我一會兒就離開了 我就要馬上飛機 我去新加坡做演唱會 那你下次 記得我演唱會的時候 你來看吧 什麼時候開 香港 明年吧 還沒說 40周年 早晚 所以明年大家一定要來看 好嗎 好嗎 大家還沒看那個演唱會之前 就先看著我這本書 有空你上我的時候 就開電視看YouTube 看傑少主義 還有分享出去 記得 還有一件事 讚 拿回演唱會的票 是,那個票 當書簽容 書簽容 我們今天好像有些 派給大家 雖然有一個… 這個是我做給大家的小禮物 嗯 大家都有了 好了,我想一下 我還沒說完… 我還沒說完 你看我小時候 是不是很帥 人見人愛 所以我… 你… 你不幸得那麼多了 你不幸得那麼多了 不要 我可以給你 謝謝你 可以簽名嗎 一會吧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我 就是… 我認為自己也挺可愛的 我當時經常被主婦撕 我面珠燈 我很討厭 但因為她太可愛 我現在也想撕她 後面就是我現在的我 在舞台上又有另一個我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我 送給大家的小書簽 好嗎 喂,不如我把這個… 我的… 這個照片 弄一件T恤吧 好嗎 好 好 大家光顧一下 好 這個真是挺英俊 看見真是… 很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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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差不多時間 是 你慢慢跟她們簽書 因為實在太多了 有些我看是買了20本 所以你已經很久簽了 好 有否有些粉絲未買書 不如發問問題吧 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還有時間嗎 夠不夠嗎 5分鐘了 5分鐘了 快點了 拿個咪咪給她 誰 舉手 1、2、3 先舉手 後面那個… 那個朋友 舉手 你大聲喊 這裡聽到 傑仔學哥你好 是 看傑少主義很搞笑 很搞笑嗎 其實也有些搞笑的 因為我記得我煮牛尾湯的時候 因為等著煲湯要熬 那我就要跳舞 所以有時也會挺搞笑的 煮薑蔥生蠔的時候 被油彈到 我又會在那裡彈中槍 我覺得挺好笑的 多謝你 有些人說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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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仔你好 我很喜歡你 喜歡到不得之了 你是因為唱歌喜歡我 還是… 唱歌 然後… 鹹話小說 我看到你一直煮的時候 都多數是一些中菜 你會不會… 家常菜 家常菜 你會不會… 其實西餐那方面 你都會很厲害 其實你接下來的下一本書 會不會有其他國家 要這麼說 我自己喜歡吃中菜 西餐我一般 我不是很喜歡吃西餐 其實西餐你不外乎 都是煎一塊扒 或者什麼… 意粉 就是那些… 我自己一般 其實都很足夠的 我寧願是吃一碗粥 或者吃個炒的一個菜 一碗飯 這個是我 我就不太喜歡吃西餐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喜歡吃西餐 還有一件事我不喜歡吃的 就是抱飛 我很討厭吃抱飛 我還有一件事… 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不喜歡吃的 沒有,不說 還有誰 還有誰 這位 何時開你自己的演唱會 我人…很累 做完草猛40周年的演唱會 先做完草猛40周年的演唱會 那到時做個結笑主義 我媽咖啡演唱會給你看 好… 好嗎 我媽咖啡今天我選歌 我選歌就是廚師發版 就是我喜愛的歌曲 然後唱給大家聽,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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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煮食也是我… 蔡一傑的另外… 一些不同的面貌 那… 大家都知道我懂得打碟的吧 對… 那下次我又要這邊打碟 這邊炒菜 然後中間唱歌 挺厲害的 好… 你有甚麼事問我 我其實一直都很充分自己 跟你同一間學校 別人問我哪間中學 我有小學同學在這裡 他問我哪間中學 然後我告訴你 我跟蔡一傑同一間… 中國婦女會中學 是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是呀… 所以大家有機會… 你也是嗎 對,這裡有一個 三嗎 這裡有一個舉手 先舉高一點 你是嗎 緣分的東西就真的… 就是這樣幫我們… 大家好 對… 對… 我覺得… 我有回一個學校的 幾年前 四年… 四周年的禮堂重建 沒錯 你在台上唱歌 我就是下面那個… 我有回去的 對… 今天放火 原來你們學校有一個… 咦? 哇… 你們怎麼這麼快就知道 你說我的學校有多厲害 我們是超級狀元 真的嗎 對… 恭喜這位朋友 我今晚會回去看新聞 真的去看新聞 其實我們說一下我的學校 我的學校… 當時我是最早… 即是這間學校一開的時候 我是第一批學生去讀這間學校 我… 出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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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在觀塘 經常乘船去西灣海那邊上學 學校帶給我很多回憶 雖然我讀書不是很厲害 但在學校的… 每一個角落 我都留下我很多的印記 很開心的 所以今天我又聽到一個消息 我們學校出了一個狀元 哇… 挺開心的 40年前有多 現在又出了另一個猛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校是威風的 沒錯 記得我們是香港中國輔導會中學 沒錯 要不要再唱一首校歌 我忘記了點點 好 好 我想我們的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好… 我們要交給詩儀 簽書 好嗎?簽書吧 因為大會有份禮物送給你 所以先交給詩儀 對,很感謝廢健先生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分享 為表示謝意 我們香港貿法局的代表 會向你送出紀念品 有請 謝謝